部落孩子爱运动 但新竹县坚实梅花国小的学生 下课却没有地方打球 原来校地分内外两个校区 下课规定学生不能过马路 到外校区的篮球场 在现符和企业爱心的捐助下 新辟简易篮球场满足孩子运动需求 而目前已经完工 运动场上奔跑 尽情运球投篮 学生享受着流汗快感 坚实乡梅花国小简易篮球场终于完工 能满足学童打球运动需求 原来的游戏场的部分 我们把一半的场地做成一个简易球场 那另外一半场地做成 符合教育部最新规范的游戏场 同时我们把旁边的拨坎 进行彩绘 让空间美学能够展现出来 让整体整个视觉 让孩子游戏跟运动的机能 能够得到兼顾 因为学校分内外两个校区 校区中央隔着梅花道路 避免交通意外 下课时间规定学生不能过马路到校外篮球场运动 议员部落孩子打球需求 在多位爱心人士与企业和宪府补助下 共花费140多万 新辟简易篮球场与共荣室游戏场 虽然小型球场长只有21公尺宽13公尺 但临近教室学生一下课就能抱着球来练习 增进球技之外还能组队比赛 学生说变得更爱运动 因为以前没有篮球的时候 就是每次一定还要到我们外面的篮球场在那边打 所以有点不方便 但现在有了我就开始慢慢喜欢 有时候会来这边练习一些关于篮球的技巧 或是来这边跟人家PK 简易球场采压颗粒铺面 附设一座篮球架 周边挡土墙装饰美丽壁画 一旁还有溜滑梯 完善运动游戏空间 也让校园学习环境更安全